有一档电视节目 两个选手需要瓜分一笔巨额奖金 规则如下 小A和小B各自可选择是评分还是偷走奖金 根据不同的选择会有三种情况 如果小A和小B都选择了评分 则奖金评分 如果小A选择了评分 小B选择了偷走 则选偷走的人拿走所有奖金 如果小A和小B都选择偷走 则两人都拿不到一分钱 选择钱可以商量 但选择时不能给对方看到 通常是双方商量后保证自己能分到奖金 一定选评分 然后一人遵守了 另一人没遵守 往往不讲信用的人却能拿到巨额奖金 也可能两个人都商量选择评分 但实际都选择了偷子 结果都没拿到奖金 关于奖金瓜分 虽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选择评分 这样双方都可以拿到奖金 但是人性都是有欲望和贪婪的 每个人都会想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也是人性的弱点 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择呢 上面所说的就是著名的奖金博弈论 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完全根据自身利益做出的最优选择 却未必能带来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博弈论研究的就是 在具备了很多可以量化的特征之后 博弈的参与人预判对手 可能要采取什么行动 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来对抗 或者是让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研究人在对抗情形下 如何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 人性是琢磨不透的 如果你真的把每个人都想得那么邪恶 可能最后双方都会有双输的结果